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同步普查 一共录得黑脸皮鹿6162只 黑脸皮鹿的性情非常温顺 胆小 憨慨可居 它们最大的特征就是长着扁平如汤匙状的长嘴 嘴形与中国乐器琵琶极为相似 婴儿得名 黑脸皮鹿全身羽毛大体上为白色 黑嘴 黑腿 黑脚 前额及眼线 眼周至嘴肌的裸皮均为黑色 而形成鲜明的黑脸 黑脸皮鹿的觅食方式特别有趣 它们用扁平如汤匙状的长嘴 插入水中半张着嘴 一边涉水前行 一边左右晃动头部扫盗 通过触觉捕捉水下的小鱼 小虾 小蟹和软体水生昆虫 偶尔也能扎到大雨 黑脸皮鹿属于候鸟 每年十月份左右 它们会从遥远的韩国 日本 朝鲜和我国北方等地 集结飞翔几千公里 陆续迁徙到美丽温暖的台湾南部 香港米铺 深圳胡树林保护区 等地越冬 第二年三月份 黑脸皮鹿开始长出美丽的繁殖鱼 划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飞往春暖花开的北方繁殖地 它们在那里找到自己心爱的伴侣 共筑温暖的爱潮 期待黑脸皮鹿宝宝的降生 现在黑脸皮鹿已经入驻香港米铺自然保护区了 大家有兴趣一起去看望它们吧 谢谢大家